今天介紹這款遊戲叫做 Unicycle Hero 那他中文就是單輪車英雄的意思啊 那可以看到背景是一個類似球場的一個 感覺 那他其實是一個運動比賽的遊戲 我們從練習模式開始 那這邊總共有九個遊戲 我們就一個一個慢慢玩 第一個看起來是要把這個球丟出去的比賽 可是 不好操控 他真的不好操控 因為是單輪車 那 那你可以看到操控的時候你的左下角會有左右 就是前進後退兩個鍵可以控制你的單輪車 然後右下角的按鍵是把球丟出去的這個動作 想辦法控制好平衡然後讓球被送出去 喔有了有了有了 177 這應該是公分吧 然後你丟的不好的時候觀眾也會叫 丟的好的時候觀眾就會給你拍手 那可以看到還有一個主播在下面 那個詞每次都會不一樣 有時候會嗆你 有時候是說你還不錯這樣 這就只是拍手而已 好然後反正你 每次丟都會得到一些金幣 那金幣可以在這邊進行力量速度跟技巧的修正 那圖案都是打藥喔 真正的體育比賽是不可能打藥的 不過 這就遊戲嘛 我們來試試看打藥之後有沒有對你的 運動成績受到影響呢 來來來 那主角每次丟出去之前都會有一個 聲音的聲音喔 感覺很用力 分數稍微提升了一點 好 第一個丟球嘛 第二個看起來是直標槍喔 我們來試試看直標槍比賽 那一樣也是騎在單輪車上喔 這感覺比剛剛那個 牽球 比牽球比賽好多了 啊我直接不動也可以丟330 好啦試試看試試看 欸這感覺比較遠 有了有了 440 再再再再再再 丟啊 500多500多 欸這標槍感覺比那個牽球好丟很多 比較有成就感啦 那牽球怎麼丟都是 哇 啊 700 700 然後第三個應該是這叫什麼 鍊球嗎 就是 一個帶著鍊子的球 這樣也有 不該丟吧 好來來來喔 370 還行還行 第四個這個是 怎樣 拿著一個托牌上面有一個球 喔 直接丟的話可以到大概500左右 500多 應該是要利用那種立訣概念 讓他先往前之後 對對對 最大的立訣這樣丟出去會是最遠 最遠大概也就600 這遊戲真的是 純理論是沒有用的喔 喔喔這個有 稍微彈了 600 660 670 然後這另外一個遊戲又是 這是什麼 任木棒對不對 任木條 限時中有這個遊戲嗎 不是 不是遊戲 限時中有這個比賽嗎 好像沒有 這是 踩線 這個 這個木條 然後又要踩單人車 喔喔 喔有了有了有了 800多 有有了一點抓到訣竅了 喔喔 彈彈彈過去 球靶 再來是這個木球的比賽喔 喔要要要要要去 我這 他幾乎維持水平然後 讓他敲出去才敲得到球 不然槌子先 著地就就算失敗了 喔這個遠這次遠喔 喔!800 喔!可以接受了 超級的 好!然後再來倒數第三名 這個是撞球 現實中最好是為了人這樣玩啦 喔!切到 這撞球術語裡面叫什麼 切球還是什麼東西啊 好像要打比較 中間偏下的地方 才會比較遠 好!大概380 然後倒數第二個遊戲 這應該是 怎樣?翻桌喔 冰島 喔! 33 好啦!這個桌子很重 我很能夠理解齁 很難翻齁 102 而且它好像是算桌子 跟花瓶沒有關係 所以你把花瓶翻圓也是沒用的 這到底要怎麼翻啊?太誇張了 太扯了!這真的太難翻了吧 126 好啦!最後一個遊戲應該是 這個網球吧 感覺相對簡單齁 原地不動打大概350左右 360 對 差不多就是在這個範圍裡面 我現在就是 懶得動耶 然後 先測一下 看看能打得遠 喔! 喔! 稍微遠一點 400 就是你有時候動了 不一定會比你原地打得好 喔!這一次 這一次遠喔 878 可是都是那種 往下打的那種極致 就讓它自然彈 喔! 我只要 一想要讓它從空中這樣過去 就 就很容易翻 翻車掉 喔!破千了! 太好了 好啦! 然後我剛剛玩的其實都是練習模式 它還有一個類似 真正的比賽模式 你就每一個項目只能做一次 就是 你只要一失誤也就是直接沒有分數 然後它會把你所有項目的最高分 列一個 一條線出來給你 看你有沒有辦法在比賽中 超越你的個人紀錄 就真的很像那種奧林匹克在比賽的時候 你就 自己的紀錄在那裡 那你有沒有辦法超越又是另外一回事 反正就是 每一個項目你都盡量的 喔!像我這個超越自己的紀錄很多 你就會覺得很開心 然後再加上它的 環境音效又是真的很球場比賽的那種 你就真的會覺得 喔!我真的有一種 不知道怎麼樣 腎上腺素起來的感覺 然後你也會覺得 有時候譬如說失誤喔 你就會覺得 喔!超級懊惱 就真的跟那些正在比賽的人 的心情可能會很像 那它就是把所有項目的分數 集結成一個總分 然後 看你的總分能夠到達多少 這樣子 好啦!剩三個項目啦 哇! 這個沒打好 就是 你有時候就是靠你擅長的項目拿分數 那不擅長的 像這個 翻作我這個超級不擅長 就隨便了 60分 隨便了啦 網球位還算打得好的 哇! 才剛講完 好吧!反正 總分是多少啊 5270 5270 好不好 大家就去 試試看 這款 就是 Unicycle Hero 真的很有 比賽 正在比賽的感覺 那就是 推薦給大家啦 大家可以 試著看看自己能不能 超越我的分數 或者是 達到 一兩千分這樣子 那這一款其實 讓我想起以前有一個 算網頁遊戲吧 就是那個 四個鍵 控制人的 跑步的那個 那個 那個也是玩起來 你會覺得 很痛苦 這一款也有類似的感覺啦 不過它稍微好操控一點點 所以就是 勉強還能夠去追尋那個 比分 或者是那個 數字上的東西 那反正就 大家自己下來下來玩玩看就知道了 那如果想看我其他影片 你可以點影片左右兩方 就先這樣囉